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統計局資料顯示受6月份澳門這波疫情影響 第二季零售業銷售額按年大跌36.6% 只有131.4億元 與去年同季比較 主零售行業中 百貨跌了五成半 成人服裝跌了五成二 珠寶中標也跌了近五成 銷售額均顯著下跌 不過超級市場反而上升了15.9% 這是大家不難理解 因為大家花錢都用在日常生活、食品、用品上 有零售業界感嘆 疫情下生意難做真是好上 客人消費力疲弱 市面氣氛復甦緩慢 但相信9月生意會好轉 前提當然是疫情穩定 不要再爆過又封關 統計局綜合零售商戶意見 原來有六成九的商戶 預計第三季貨物銷售量 將會比去年同季減少 大家信心很差 兩成九認為銷售額同比差不多 預計增加的只有1.6% 樂觀還樂觀 始終問到的事 大家都覺得不多 跟第二季比較 大約74.5%的商戶 預計第三季經營情況會轉弱 與其穩定的只有兩成左右 如果較第二季理想的只有5%不夠 即大家都不看好 有服裝店負責人說 自從網購盛行 生意已經大不如前 現在生意更難做 尤其今年6月至7月中旬 爆了疫 不能開門營業 生意近乎零 感嘆真的很傷 現在市面大致恢復 但客人消費率疲弱 為了拓展客源 近來更加開了內地社交平台帳戶 應該是抖音、小紅書之類 希望可以吸引內地客戶關注 雖然未知能否見效 但關注店鋪的人數有增加 至少沒有生意 都可以先提升知名度 另外有連鎖運動品牌店負責人說 8月生意比7月好少 不過生意仍有落差 始終經濟畢竟失業率持續攀升 居民消費意欲大減 另外貴賓廳事件影響 一批年輕 而且有高消費能力的人士突然消失 疫情下居民的心理層面未恢復 店舖一直推出優惠 亦於事無補 現時唯有寄望9月疫情穩定 生意或有輕微好轉 否則未知能否再承受多一次疫情衝擊 老實說 最近有朋友去酒店staycation 因為出不了去旅行 跟小朋友去度假村酒店的水上樂園玩 見到全部都是澳門人禁制 跟小朋友去玩一下水 找到暑假的尾巴 但據他了解 純粹大家都去玩 因為在外面的餐廳 只有1、2間 沒有人光顧 服裝店商場都沒有人走 所以大家純粹只玩水 沒有光顧 沒辦法 經濟那麼差 每個人都口爽荷包納 所以現在 外需只剩下很少 外需就很弱雞 每個人都口爽荷包納 經濟不好 不願意花錢 又或者真的沒有錢 去游水 增強身體健康感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去數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